我現在就以我們剛剛那個專案為例 Chinese Convert 那我就會搜尋到我這個簡繁體轉換的 在現在寫程式的時候很多東西是摳來摳去的 你不需要從頭none 那所以呢 package.json是什麼?怎麼寫? 參考別人的 這就是package.json 它告訴你說 這個package.json是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只要你放在你的專案底下 那它就可以描述你的專案名字是什麼 它的版本是多少 它的功能是什麼 然後它的主程式是哪一支 OK 然後呢 它的相關套件是什麼 它的相關 開發套件是什麼 相關套件跟開發套件不一樣 這裡有一段這就是那個剛剛mocha裡面所寫的 他說如果你今天打npm test的時候 那個npm後面加名字就是代表執行某個squid 你打npm test就只是代表說我要執行test這個squid 那他執行test這個squid的時候呢他會啟動mocha 去做測試 如果有任何錯誤 那他就會 傳媒錯誤如果沒有錯誤那就是通過 OK 所以他說要加的那一段 是這個 那你有沒有加這一段 對於你自己在本地測試影響不大 因為你可以總是打mocha去測試 但是如果你希望打npm test去測試的話 你就應該加上這一段 那如果你要上傳到Tavis ci 你一定要加這一段 否則他不知道怎麼測試你的程式 OK 那所以這裡就 像什麼搜尋關鍵字啊這個你都可以寫啊你的 網站的 首頁在哪裡啊之類的你都可以寫 那 另外 如果你今天要 要 上傳到Tavis你一定要寫這個.tavis.ym 然後呢 像這裡 Language是Node.js Node.js的版本是567 通通都在這裡 所以 怎麼樣只學最快 直接參考這個專案 什麼東西你缺你就把它複製下來 剪貼貼上就好 把它創造一個 OK嗎 那現在學東西 通常是這樣學 我們已經不會 什麼東西都得要 都得要自己重新寫一遍 不是這樣 通常扣來扣去 最近 最近那個 我忘記是哪一家公司 好像是 Google還是微軟 我忘了 有一家公司呢 他 寫了一篇論文 他 弄了一個程式 那個程式呢 是 自動寫程式的程式 好 那他怎麼自動寫程式呢 就是 他 有一大堆程式碼 先把它收集下來 然後 把別人的程式碼拿來剪貼拼圖 然後拼拼再去做測試 如果測試的時候 結果不好 那這就是一個不好的程式 測試結果好 那就是一個好的程式 所以 連電腦都會 剪貼 OK 那我們當然更應該要剪貼啊 其實剪貼絕對不可止 剪貼是學習最快的方式 所以你就 真的 這些都不想看 你就把這個專案拿去 call 就好 好